各位南大鄉親 大家好 我是憲心儀 歡迎收看今天7月6號 禮拜五的南島新聞 社區帝安 剛才有警察的維吾儀館 社區既民的保障幫助也相當重要 請求南島官 社區帝安經營最好的 就是南島前洋南社區 曾經這條最進步 帝安標竿 管政府也特別在洋南社區 來基盤現實管某個地方 希望來錄織帝安社區化 洋南社區理事長這麼下 我們到管帝安自由社區的中行 是相當的歡喜 而且除了洋南社區在到中行以外 也有關市總共來的社區 來在到帝安自由社區中 管政府也特別在洋南社區 來基盤社區帝安更是關某活動 主要也是希望說 藉由他們經驗的一個分享 讓我們的南頭縣的各個社區化的協會 能夠吸取他們的經驗 大家在富有安全 災防還有預防社區犯罪 這方面執行的方面 都能夠獲得很好的一個相關的知識 跟操作實務上的一個概念 除南道管社區帝安 經營最好的就是南道縣洋南社區 在經濟到立正部帝安標杆 因此管政府也特別邀請洋南社區代表 來分享到他們說的案例 並表示社區帝安最重要的就是 需往上做對的報告 結合他們的這個協會的會員 還有志工 他以犧牲奉獻服務的精神 來打造這個社區的這個安全的生活環境 還有謀求這個社區的這個最大的福利 守望相助隊從我們九二一地震到現在已經有17年的時間 那經營我們守望相助隊的所有弟兄姊妹的努力 讓我們社區的一個治安非常非常的好 那也結合我們社區的一些老人兒少 以及我們的婦女福利 都仰賴我們的社區守望相助隊的所有弟兄姊妹的幫忙 社區帝安除了有警察的為何以外 社區基民之間的好上幫忙也相當重要 也希望頭過多年共和社區帝安他們做的運作 若是帝安社區化 讓社區的帝安可以越來越好 接著領選採訪報道